妈妈笑一个 云朵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有新事吗 别提了 今天我分解错了文件被领导批评了 我看上去很难过 不止难过 我想辞职不干了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批评我 真没面子 我乱人绘本也被大猫老师批评了 但我又摆好了数据没关系 云朵妈妈 你改正错误了吗 改正了 那你还难过什么 笑一个吧 大人可不像你们小孩子 这么快就恢复了心情 蓝天爸爸 我想让云朵妈妈笑一笑 我笑得她不好看 棉花糖 你别扭来扭去 慢点 乖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云朵妈妈 我们将要给你表演高人杂技 哎 没错 我们不仅更高 扔鸡蛋的倍率还很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浪费啊 等我辞职不上班了 估计都没钱买鸡蛋了 我还要满动了 云朵妈妈没被动了 还浪费了四个鸡蛋 哈哈哈哈 妈妈 你看 你怎么回事 孙悟空钻进猪八戒肚子里跳舞 孙悟空钻进猪八戒肚子就发现难受的只汗 猴哥饶命 怎么才能让云朵笑一笑 怎么才能让云朵妈妈露出甲子 被拍摄牙膏广告招募模特 有主意了 云朵 如果你辞职不干 正好可以去试试当牙膏广告模特 我吗 对 云朵妈妈的牙齿多白 对 就这么定了 先去刷牙 一会儿我们拍几张照片 从网上发去硬片 可是 我可以去吃 我可以去吃 准备就是 好 模特准备 蓝天 你确定我能被选上成为牙齿模特吗 没错 牙齿模特非云朵莫属 只要你能笑一下 对 云朵妈妈露出您的牙去笑一下 我们的计策成功 云朵妈妈终于笑了 你们说什么悄悄话 没错 谢谢你们故意逗我笑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在公益逗你笑 这个宣传单上写得很清楚 他们卖的是男士专用牙膏 怎么可能招聘女模特呢 被云朵妈妈发现了 云朵 你明知道我们在逗你玩还配合着笑 是强颜欢笑吗 不 是真心的 法子内心的笑 我要谢谢你们这么爱我 在乎我 想方设法的让我开心 想到这儿我的心情就好多了 你了解就好 你到底要不要辞职 辞职 我只是说说而已 我哪能随便辞职 原来云朵妈妈只是说说而已 我哪能随便辞职 爱捉迷藏的春天 苗花糖 快起床 妈妈今天给你做了特别的早饭 保证你喜欢吃 云朵妈妈 是什么好吃的 你快去洗漱吧 好吃的 云朵妈妈到底云朵的是什么 棉花糖 你不知道吧 今天是立春 所以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春饼 那是不是春天来了 是啊 立春了 就说明春天要到了 奶奶奶说 春困秋乏 这不正说明春天到了吗 春天来了 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哦 云朵妈妈 为什么咱们这里看不到春天的景象呢 棉花糖 别着急呀 春天就在我们的身边 哦 棉花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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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你和小朋友们出去玩一玩 就能找到春天了 哈哈 云朵头 你在家干嘛呢 今天立春 妈妈给我做了好吃的春饼 嗯 我妈妈也给我做了春卷 春天到了 为什么咱们还看不到春天的影子 云朵妈妈说了 让咱们出来转一转 就可以找到春天了 别管那么多了 咱们一起去公园里玩吧 别有意了 咱们快点去吧 你们快看 那是黄鲤鸟 真是黄鲤鸟呀 黄鲤鸟 黄鲤鸟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黄鲤鸟在和我们说话呢 你们看 它们在大窝呢 好热 好热呀 要不然咱们先去毛树店里买个冷饮吧 好呀 我又有点口渴了 前两天咱们出来玩 从来都不想喝冷饮 也不觉得口渴 刚刚出来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热呢 毛树 您在干嘛呀 是你们几个小家伙啊 快来看看 毛树培育的迎春花啊 开花啊 好漂亮啊 不行不行 我好热 公元 月牙老师说 冷饮要慢点喝 当心喝坏肚子 云朵阿姨炸的果汁真好喝 孩子们 还有水果呢 棉花糖 和妈妈说说 你和小朋友们都找到了什么 我没注意 没注意 不会吧 你们说说出去都干什么了 我们去小区公园 看见了飞来的黄鲤鸟跟我们打招呼 他们还闲着小草搭窝呢 黄鲤鸟 红月牙老师说 黄鲤鸟是好娘 到了春天才会从南方飞回北方来 还有小草 只会在春天吧 还有 毛树家的迎春花也开了 迎春花就是春天的花 不错 汤圆 告诉阿姨 你发现了什么 我喝了冷饮 这算什么春天 谁说不是 春天天气暖和了才想喝冷饮 冬天谁想喝 汤圆说的对 春天气温升高了 天气干燥 你们才更想喝冷饮 对 汤圆刚才喝冷饮 还弄了满身东西 那不是女孩 我没注意 春天虽然天气转暖 但是很不稳定 冷饮喝多了会坏肚子的 孩子们 你们说了这么多春天的景象 什么时候没找到呢 云朵妈妈 我知道了 春天在和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呢 对呀 原来她还是一个爱和你们捉迷藏的春天呢